动力系统是无人机能够飞翔在天空中的保障 在这一部分,我们需要了解的部件有电机、电子调速器、螺旋桨等 电机是能量转换的设备,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从而使无人机获得生力 多选一无人机所使用的电机为无刷电机 电子调速器简称为电条,英文简称为ESC 在整个无人机系统里,电条的作用包括控制电机运转、调节电机转速 螺旋桨是我们在多悬一无人机上最常见的动力部件 对于无人机螺旋桨,一般也会简称为桨液 由于桨液是最容易损耗的无人机部件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桨液的维护与保养该如何进行 定期检查,对于有裂纹破损的桨液需及时更换 飞行前需展开,如果是折叠桨液 在飞行前必须完全展开,否则有可能造成飞行器损害 松紧度,如果是折叠桨液,包括水平松紧度与垂直松紧度都应保持适度 不应过分松懈 定期更换 螺旋桨是材质情况,应保持定期更换,保证飞行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进入 Lean Ana Chirin 转发 进入 低音订阅 转发 打赏 进入 与打赏 进入 优优 确率 断来磨出 断来束 利用 空性 周园